大家好 你現在收看的是青春發言人 嗨 我是宋楊 青春發言人將在這兩週推出 清平世代專題 討論年輕人所面臨的貧窮困境 本週的少年坦白講單元 我們來介紹一位十六歲少女可宣 她因為家裡負債的關係 和媽媽妹妹住在一個 五平不到的小房間裡生活 即使出生在貧窮的環境 可宣也沒有把弱勢家庭的標籤 放在心上 因為她知道 這是她的原生家庭 她無法改變 我們一起來看看她的成長故事吧 我打扮是因為我的專業加上興趣 可是並不是說我不想讓別人感覺得到說 我是比較弱勢家庭 但是我也沒有一直把我是弱勢家庭的這件事情 放在心上 因為我覺得 那是現在的我 我處在的原生家庭這樣 可是不代表說我一輩子都要灌著這個名號 我三歲的時候爸媽離婚的 因為爸爸那邊有一些債務問題 結果我從小到大都為了錢再煩惱 我覺得是一定要一直煩的 煩到有一天我不需要再烤馬 因為學費跟吃飯錢 可是媽媽就是幫我付 是會替媽媽煩惱 覺得她這樣好辛苦 飯錢500啊 一便一百 可是有時候都還有剩下來 剩下來就煩到假日的飯錢 好起司蛋蛋飯走 不要烤 最佳肉便宜 最佳肉便宜 最便宜一個五塊 可是便宜的那五塊也是五塊 這樣一個禮拜就剩下 25塊啊 我從小就沒有拿零用錢的習慣 我自己都會很注重的到底花多少錢 因為你是一個接觸美的事務的人 本來就會有一些開銷了 眼影盤隨便一個至少都是七八百七條 額外去買一些材料 就是動到我打工的 不會跟我買 漸層要出來 例如你是紫色要從上面漸層下來 漸層下來好 對這方面很有興趣 就是會想一直不斷的去 增強自己的技術啊 去拚三年級的全國技藝競賽 如果拚到前十名 以後去大學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發獎金給你 會用獎勵的方式鼓勵你來讀他們學校 所以就很吸引我 選手那個我看得比畢業好重要 我幫你留家的第一年 我媽跟我妹妹睡下層 我睡上層 三個人睡一間 而且還這麼小的空間 在六點幾 我從國小一年級第一天報到 就自己去了 因為他要上班不可能為我請假 養家的負擔太大 像他前幾天那個真言去開刀啊 隔天他裝上去上班 因為他不能休假 休假的話 沒在家去看 還有呢 難顧我什麼 自己就是小孩那麼小 沒有辦法去幫忙 做的就是把我自己顧好 然後 能不跟我媽拿錢的 就不要跟我媽拿錢 所以 我就會想要一直持續的打工 第一次做的時候就有 就是看過大體 不會怕 對啊 尊重 目觀的時候那個家屬都哭得很大聲 對啊 然後那時候就是自己 也會有一種跨路類的感覺 一個月的收入最多的話是 接近拔錢 對半存 那筆錢我希望是我以後大學的時候 可以繳完學費 而不是真的辦學代 因為 就是有看到一些 已經成年很久的人 還在繳學道 我覺得那好辛苦 你就是還背著一條債在那邊弄 就是人生不想一輩子都為了錢在煩惱 雖然說 在社會上來說 真的自己是算不富有 但是 內心不窮 我內心是覺得 我算是個有用的人 我有自己的理想 然後我也有拼台 就像學校這條路 可以讓我去好好的拼 就是我沒辦法去選擇自己的家庭 可是自己的未來可以自己去創造 然後這樣的話我就不代表貧窮 上個月 新竹一所高中舉辦了一場以歷史人物為主題的辦妝遊行 當中有學生以納粹軍團為主軸 身穿納粹的衣物 舉著納粹旗幟發極大的爭議 不只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發表聲明嚴重的譴責 教育部也取消了該校的補助款 甚至校長也辭職以示負責 究竟這些學生當天是如何呈現納粹的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現場的畫面 這段遊行畫面曝光之後 有不少人認為台灣的教育 讓我們的學生既沒有國際觀也沒有同理心 才會把屠殺上千萬人的納粹 草率的當作表演節目 面對這些批評你們有什麼看法呢 我們來聽聽看青春發言團的意見吧 他們可能做這件事情 真的是不太合適啦 但是我覺得他們如果真的要說他們錯 我也覺得是五行之錯而已 就我所知在我們的課本裡面這一段 就是並沒有 就是拿來放大彈得很清楚 學生是知道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他們可能 並沒有去意識到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並不是說彈大吹就不行 而是你用什麼樣的心態去彈大吹 就像如果今天 有外國人來扮演說 台灣可能物色世界好像228世界 你也不希望他們是以那種很輕蔑很嘲笑 很隨便的態度 我覺得我們教育的整個過程 可能是停留在紙筆上 而且可能最多頂多附帶個影片 或者是連結紀錄 它並沒有帶我們深入去了解到說 我們的這些不同於我們家鄉的這些歷史 這整件事情的時末 其實不應該只能 不該只用一個角度去想 我們卻用新聞那個不到十個字的 的一個標題 就去研 就去評 就是去批判這個學校 台灣的大眾 其實好像 面對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 大家也都只會 就是在網上罵一罵 幹掉一下 事實上之後去做什麼改變好像也沒有 既然我們要檢討一個 歷史上的屠殺者希特勒 他這樣屠殺猶太人 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也回過頭來檢討一下 為什麼我們台灣還存在著中正紀念堂 蔣介石同樣這種東西 有些同學認為 在這樣歡樂的場合 扮演納粹 的確不夠認識歷史 但也有的人認為 社會不應該過於窮追謀打 畢竟他們都還是學生也還在學習 關於這次的事件 還有什麼觀點是我們沒有想到的嗎 思辨180提供你們一些參考 如果那群學生發布了一個研究報告 30萬字滿清楚的 從那個報告可以很明確的看得出來 他們的扮裝真的是諷刺 或者是崇拜 在這種情況底下 你覺得台灣社會會不會對那群學生的行動 有更多的諒解 如果會的話 我認為這其實顯示了 在現在社會 你要用反諷的方式去呈現你對議題的看法 其實需要一定的知識能看 你要跟社會證明你真的懂 但是話說回來 對於國際跟歷史 我們真的懂那麼多嗎 其實不是 在這種情況底下 如果要用反諷的方式去跟社會溝通 或許比較保險的方式是 就是從自己身邊的歷史上 從你熟悉的地方開始 慢慢練習這種跟社會交流的方式 教育的本質 從來就不會是學業成績的高低 而歷史教育的本質 絕對不會只是背誦 希特勒夺夺 或是二次大戰的名分 我認為歷史教育的本質 應該是一種同理心的展現 而且從歷史的教訓中 避免傳道覆測 今天這件事情會引起那麼大的軒然大波 顯然在同理心這一塊 來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今天如果是外國人 外國的同學 他們在做表演的時候 拿台灣曾經的窗疤而傷痛 來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相信台灣人民的心中感受一定會很差 在傷口上灑也是一個 不道德也是不應該的行為 那特別是在這次的認識上 我認為人權教育這種事情 對於人命的皮殺 我們真的要用更謙卑的角度 來重新寫思這件事情 一般人 現代人大部分都有一種 正是正確的直覺 我們大概知道哪些東西是禁忌 但是如果你要真的知道他們 為什麼是禁忌 你必須去了解歷史 知道那些禁忌過去成績可怕 一些軟件生命等等的不施價值 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 從你們切身鼓勵的歷史出發 是重要的交易方式 英國的哈利王子 曾經在參加Party的時候 背了一個納稅的圖童 而引起對歐洲各流的踏法 他等於也是此而道歉 所以為什麼我們對這件事情那麼在意 就是因為這種事情真的不能開玩笑 也不應該拿出來開玩笑 事實上另外一波的人權公約 對於這種所謂的仇恨歧視性的言論 也給予了禁止 我認為這一塊在我們學校的人民教育上 我們必須再給予加強 再重新來寫思一次 老師啊 為什麼這次學生被踏法得那麼嚴重 教育不是應該永遠學生犯錯 然後鼓勵學生反省跟負責嗎 事實上我覺得他們蠻衰的 我相信在現在的教育體系底下 對於政治正確會露出這種 不太謹慎判斷你的學校跟學生 一定不只他們 但是其他學校其實剛好沒有碰到 所以我認為這次我們真的不應該把焦點 放在特定學校特地扳起身上 因為這是教育很普遍的問題 我也覺得這個學校真的有一次有點倒楣 這種事情難免我們都會犯錯 所謂的我族中心主義就是說 我們人們總是會認為自己的群體比較好 然後甚至有點是覺得別人不好的事情 而這件事情才是為什麼 其實像這樣因為不夠了解其他國家的歷史文化 而產生的錯誤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可能會發生 在國外又是怎麼樣面對像納粹這樣的禁忌呢 在瑞士教華語超過十年的黃世儀老師 今天來到現場和我們一起分享 嗨 世儀你好 那假如現在瑞士有一個像這樣的化妝優行 然後學生想要辦納粹 老師們會怎麼引導呢 其實呢本來青少年就很喜歡講一些 驚世害俗的話來吸引老師的注意 也就是說雖然他們是這麼的衝動 可是呢老師必須要扮演一個引導者 所謂的引導者並不是第一時間告訴他們說 你們怎麼那麼無知 不是的 我們很早很早的時候 譬如說一年之前 我們就開始準備一個所謂的變裝活動 那這個變裝遊行呢的主題 也是開放給大家自由去公投的 即使他想要做一個納粹 那麼可怕的一個事情 我就會告訴大家說 你們去上網查來查看 演納粹會遭到怎樣的一個結果 你們自己要去找答案 這時候他們就會上網找 原來在英國曾經有哈利王子 扮演納粹 結果引起國際輿論的不滿 甚至還有社會上的普遍的批評等等 這時候老師又拋出來說 如果你們遇到社會批評 你們怎樣去應對它 也就是說整個過程呢 是鼓勵學生自己主動去思考 搜集資料 然後做出自己的答案 自己的選擇 並且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到底 這樣才是一個自主獨立的 批判的思考的教育 我覺得這樣挺好的 是讓學生找到問題 而不是只給他們答案 青春發言人 用你的角度看新聞 我們下週見 拜拜 文化